在整個遊行前 一個禮拜被下架 我只能說 國瑜機器動得比國家機器低下 在整個遊行前戲 我想 WeCare應該是 按照一般他們下廣告的方式 來去取得 這樣子在高潔連贊的一個 贊體的一個電視螢幕的廣告 在整個遊行前 一個禮拜被下架 我只能說 國瑜機器動得比國家機器低下 所以我們高雄市政府 是根本沒有能力 也不會去干涉高潔的運作 所以高潔公司跟民間團體 之間的廣告來往怎麼樣 我們完全不清楚 韓市長還有他領導的團隊 同向是開大門走大路 光明磊落 絕對不會做一些違法 而且不正當的行為 不像民進黨會運用卡神 卡鬼這些地方 製造網軍製造假新聞 製造假輿論 這個引力所代表的 WeCare 它是個什麼團體 它是政治團體嗎 如果是政治團體 它的錢是哪有來的 所有的這個資金 是不是透過合法的政治獻金 過來的 那麼這一點我覺得也應該要好好了解一下